好,歡迎收看今晚的動漫無雙人,我是主持雪凌 I am 嗨,老人,無鞋 嘻,發聲 有些,怎樣? 有些東西 是嗎?迎合今日的主題 你未變聲嗎?小朋友 是啊,你又知道 那今天說什麼呢? 我們又在裝可愛的無鞋動 不用裝,一向都是 是,那你說吧 有沒有偶套袋? 今天是我們的聲優先答 主角是... 不當有意的 或者有些人讀挖的,是挖還是挖呢? 我們要找回個證字典應該是挖的 對,查字典應該是挖的 我讀挖,我讀挖算 不要緊,大家分得清楚就OK 這件事就大家知道 那大聲優,你說得很熱的,這次很熱的 你果然是第一集,第一次說,第一個 讓人多些認識,起碼不要說個大家不懂的 肯定認識的應該 我相信在座聽的應該很多都... 多一點,不一定很詳細 但是《復光柔衣》怎麼都會聽過 嘔吐 哈哈哈哈 有把聲連又嘔吐 這樣 那本身《復光柔衣》其實都算是 話當代來說是很出名的聲優 但是他本身在做聲優之前 他不是一開始就喜歡做聲優的 那也是跟很多其他人一樣 都是小時候去看電話 然後就看了一套動畫 聽到一個叫賭春戶子 所配音的動畫 不是《復光柔衣》 後來就令到《復光柔衣》 產生興趣 對 產生興趣就立至成為聲優 其實這個都很常 很多時候都是聽到某某個聲優 崇拜某個聲優 想和做有兩回事 成功都一定有實力 當然 不過問題是很多成功的例子之中 都有很多人是因為 看了某個動畫 產生興趣 最終就成為了 簡單來說就是中地類 其實是否大家不想說自己 如何入行 所以說這些原因 這件事就沒有人知道 官方的口問就是這樣說 即是那些不能入行 那些說 我很努力的 我特意挑戰什麼 當然要繞個圈 很辛苦捱進來 其實你不能入行 都不少的聲優 是有這個大學的文盤 不是說聲優 我只是說有些人 即是不同原本的理由 這個理由只是作出來 她的意思是說 這個不知道 她這樣說 我們這樣想 她這樣想 但是 通常 在《北高如意》 在《北高如意》 剛剛出道的時候 其實都不是說 一帆通信的 她是1995、1996年才以 優待生的資格 完成了考試 原因是因為她 考贏了差不多三千個人 成為五格 其實她在入行之前 她的成績 是她的成績 因為有一個公開的招生試 實際上你可以去想 面試 找工作的面試 可以這樣說 因為有時有些公司 為了聘請一些新人 希望發掘一些新人 就會開一些公開試 給一些新人參加 但感覺上 你當作是香港的負荷市課程 即是說你是最頂級的 極少量 是你才有機會的 所以人學有很多 可能你說我三千個人 其實就是個個強敵 告訴你一定不是 有些是 她覺得無所謂 來玩效果 又或者來試效果 又或者來駁一次都沒有 即是沒有這個資格限制 即是你想你就可以來參加面試 那些 沒錯 但問題是 通常都是真的參加一些 質素 有些可能是她 想用升優 來做這個終身職業 她一定有訓練 不過anyway 她贏了 她贏了 無論如何都好 三千個之中她是頭五個 最終可以讀升優課程 1997年就成功出道 在98年也出過第一次大碟 所以其實算很快 也算快 絕對 你想一下 當年 當年 就算你今年也是 你出道 你剛出道 現在很多 因為動畫多 你出道很容易找到一個 即是如果你做得好的話 你不難找到一個機會 應該這樣說 你近來我們見到幾個就是 但其實很多人都是出道的時候 都是賴慕無名的 就算你說近年 所謂比較新人 譬如說 舉回 你說 不算最新 也算近期 兩功而大熱的平野玲 或者看回到現在做的 我喜歡叫做Kitty Gray 2 平野玲 Kitty Gray 1 即是2002年已經陪陪 但那時候認識她 都沒有什麼 其實對比下去 如果去到90年代 這個掘光猶衣 第二年已經出道 國人大一點 就算是很厲害 很特例性質的東西 嗯 所以算是非常少見 但其實那時候的《薩金融衣》 就不是說她都那麼出名 真正是令到她出名 就是《Too Hard》其中一個角色 一個貓耳角色 實際上貓耳的這個屬性 在十年前就完全是很可見 但如果你看回當年 十年前的作品 這套《Too Love》 你會聽到《薩金融衣》的聲音 和《今日比》 都差不多 那個特色都相似 你會發覺那個演技會比較粗糙 但是其實 那個風格就已經在了 沒錯 是一早已經在了 真是很靠 這個我是回炒聽回來的 因為我是 都是說 我升了一些資歷錢 我2001年回聽回來的 我都是錢的 我都是回聽回來的 但都看得出她的特色在 無論如何如何都好 她是因為這個角色 其中都是因為這件事 令觀眾帶來很深刻的印象 真的開始有很多 看到她之後幾年之後 就開始接著很多角色去做 是啊 其實她有動畫 一個畫 她又不是說 沒有畫 特別一年 爆得好很多 穩定 她穩定 不斷有一定數量 遊戲也會有 遊戲反而少 其實她屬於小遊戲配 小主角 配角有時候出來 當你最後看Cast 才發現 是《薩金融衣》 可能我不留意 因為其實我就算聽回遊戲 其實看到她 你可能是擔正 擔正她真的不多 或者是至少角色 其實她也是不多 我看到在遊戲裡面 或者你這樣想 你遊戲 如果你除非搞遊戲 不然你說 用文角去當主角 女主角就很少 不用一定是文角 我覺得遊戲的東西 問題是 發覺這個聲勢 始終都是 就是比較 最差勢的東西 就是這個 羅里形的聲線 問題是 你會不會有多可惜 她這種聲線 持有這種聲線的角色 作為一個女主角 通常是配角的角色為主 你可以這樣說嗎 我覺得不合理 我只能這樣說 有時候有些事情 都說運氣 其實 你說 一個遊戲 選擇一個聲優 不是絕對實力 或者是 你本身 跟那個角色 合不合 有時候 跟 一些 遊戲 作者 去選擇的人 你說 如果我看 《忽光》很多時候 都是配些非主角 但是人氣的角色 以我認識她 她通常配的角色 都是非主角 即是主角以下的角色 但是受歡迎 主角的角色 又牽涉到兩個問題 是那個角色Hit 還是 星優Hit 我覺得兩人 相同 我覺得相同 當然是有些星優粉絲 再加上角色本身出色 她又配得出色 這樣 那個角色才能帶得起 OK 如果你舉個例子 我覺得更加貼切 應該是伊藤正 但是今天是《Pick on Love 2》 先說回《Pick on Love 2》 也有的 老實說 配角搶眼 主角的例子很多 伊藤正要說《還者》 伊藤正之後才算 什麼《還者》 這是你的範疇 現在先說《Pick on Love 2》 我們繼續說回 沒錯 後來其實也有個角色 已經很出名 有一年 我留意星優那一套 開始 叫做什麼 叫做什麼 《梅控的紙組》 令梅控不斷覺醒的一個 一套動畫 我不是覺醒了嗎 你那時候覺醒的嗎 對 我那時候覺醒的 這套也令《Pick on Love 2》 慢慢地 真正正踏上一線的舞台 就是真的 越來越多工作 也越來越出名 很多人都知道 所以就算直到今天 那段時間 之後一直下去 那段時間都沒有什麼風波 有段小風波 有段小風波 知道我會說 知道我會說 現在你說舊女星優 其實一些經驗沒有到 他有他的演技 但其實都未必一定有很多工作 我舉個例子 有特色 有演技 但我發現現在他的工作很少 現在配襯都要中途退場 很可憐 這個是他的特性問題 魔袖 魔袖 喪倒魔袖 這個是特性問題 但反觀到《Pick on Love 2》 他本身都三十幾歲 幾歲 三十三 以這個年齡當然不是很大 但其實有很多升級 可能在年期晚工作都很少 但《Pick on Love 2》 暫時都沒有這個情況 至少你說我們當番之中 其實有幾圖也是《Pick on Love 2》 上季有 今季有 今季有 最簡單的《珍利亞》 這些都是 其實都算是多 而且《Pick on Love 2》 其實他創造的 算是紀錄 又或者是稱號 各樣東西都多 例如說 現在最多人聽到 是《聲優與三家》 他就是其中一個 另外兩個就是 《水樹》和《田村佑嘉莉》 沒錯 三個就是《與三家》 那個名稱怎樣來 還有為什麼會命名這三個呢 大家可以自己翻查一下 自己查一下 看韓時有沒有用 沒有什麼關係 沒有什麼關係 至於另外《芬香如衣》 有一個東西 就是他本身都有上過一個 綜合節目 通常這個綜合節目 本身都是訪問一些藝人 明星那類多些 但《芬香如衣》 都比較少 《芬香如衣》是第三個 至於音樂方面 也更好 就是上個《舞蹈館》 在第四個上《舞蹈館》 我忘記了他什麼時候開始唱歌 他什麼時候開始 唱歌 唱歌其實這方面 他 剛才我們所說 出道一年之後 就已經出列了 其實他跟出道差不多時間 但他本身所屬的 《聲優》公司和唱公司 當然不一樣 但兩方面 他的發展都不錯 所以音樂方面 在音樂學生優方面 我們之後都會講一講 但至少我們都會有 概念 我們都會去到《舞蹈館》演唱 因為《舞蹈館》演唱的聲優 其實是 暫時都位置只有五個 第一個就是《舞蹈館》 是《舞蹈館》 是《舞蹈館》 他是連續三年 第二個是《水樹》 第三個是《田村》 第四個是《斧桿》 最後就是 夏年好像3月31日 是《膽本真寧》 是 三十歲的大壽 開這個演唱會 好啊 好事啊 好事啊 但你會看到到現在來講 之後五個其實你就知道是多稀有 其實都已經是想 重點是看回 其實除了第一個 之後那四個都是很近期的事 可以說之前講過 是所謂聲音偶像化之後出現的一些事件 就不同 之前第一位那個 真是很超班形式 追明就 踩入這個舞蹈館 真的是異數當中的異數 尊平其實算是歌手 是啊 他連續三年舞蹈館 你想想一下 真的很難 所以說 因為近期這四個都是 比較近年期 所以 基於這個趨勢動畫市場 我可說過分刺激的反應 對於聲音歌唱的方面 所以產生出來的一個紀錄 嗯嗯嗯嗯 是的 那不如講一下 葛光配過的角色 或者他的聲音 大家最難忘在哪幾個呢 顧顧啊 那他固然是其中一個 他固然是其中一個代表 好啦 實際上你說 《斧光》最容易去認的 一定是那把下來聲的 即是那把雲聲 那把雲聲 雲聲 不一定是下來 但一定是那把雲聲 即是鼓鼓啊 你其實指哪個角色啊 對 你知道哪個角色先 非常容易形 而且好像有一種魔力在那裡 那我說自餘呢 嗯 不算啊 不算啊 真的 是有那種吸引力 你想想 丁弓那把聲音 類似而已 只是問題 性質不同 丁弓就可能容易配一些 但問題就是 《斧光》它是另一種 另一種特色的聲音 我覺得你有一點點美俗性 真的有一點點美俗性 是你配什麼角色 我覺得他那把雲聲 真的有那種味道在裡面 你是不是每一種覺醒了 每一種人已經覺醒了 是 是 我有一個問題 如果你說他的聲音比較特別 我想問一問 如果對比另一種聲音 我個人認為都算比較特別 這個 《斧燈麻美子》 你覺得 如果他們兩個 《斧燈》你不要說 他有一種聲音 不可以說是《斧燈》 但 他算是不同類型 我覺得他們兩個 都是比較 單聲的 變化度 是不大 我自己這樣想 其實《斧燈》那把聲線 感覺是可以去到自癒一點 又或者調到恐怖一點 我喜歡恐怖 很棒 真的有 《斧燈》很棒 我會說 兩個聲線都很有特色 意思是說 不是那麼多聲優 可以有類似的聲線 我覺得他配給比較靜 比較靜態的角色 他比較發揮得好 是啊 又或者你反過來說 其實我會覺得 《斧燈》那個演技 其實都是很好的 相反於 《斧燈》演技不是不好 但問題是 他的聲音又沒有去到 可以那麼激昂 即是他的聲線 局限了他 更加民正 是的 其實《斧燈》的聲線 都有局限 我們之後都會說 你可以說 《斧燈》的聲線 會比較 可以說 跳脫性大一點 他未必可以 我覺得他未必可以 對比《斧燈》 對比《斧燈》 真的會 對比《斧燈》 對比《斧燈》就會 很明聽著 一個很低 尋少許的聲音 但《斧燈》 在這方面 會比《斧燈》 大一點 但我個人認為 他都是 可不可以說 他屬於靠 一把天生的漂亮聲音 很多聲音 都是靠一把聲音 我相信 對 我覺得這個 是靠一把聲音 當然 我覺得 你不可以忽視 一件事 就是他本身都有他的《斧燈》 我不說多了 我最近把這個角色拿出來 最緊張的 《Scrumble》 《澤勁愛你》 配奧嬌的大小姐 另外 《斧燈》的《吳宇東華》 配了一些沉默型的少女 還沒有去到他墓口 另外 近來的《龍與虎》 這個《斧燈》 是一些神經質的 還有 最初我們 現在 剛剛圓著 《斧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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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他 其實算是 我覺得 那種就比較 像一個 沒有這麼多特色 其實 剛剛是普通少女 一個很深套的少女 你看到網站上去 普通少女 都不是普通的 你應該說 一個 異情表情 我感覺有一點 你一個情賣錯開的少女 是精神的 是 沒有錯 無論如何都好 你會知道 你拍這四個角色 那一把聲音 其實你不難認 你也知道是分開可以的 不 是分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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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你會覺得 那四個角色 那個感覺 是完全不同的 比你的感覺 很簡單 你想想 薩拉尼的感覺 是完全是瘋了 是傻的 傻的 太元氣了 你會感覺到 它是會感染到你 你可以說 例如 Skrull Rumble 愛你那種冰爛 以及薩拉尼的熱情 那種對比度很大 雖然他的聲音的變化度不大 但是那種性格的演繹 感情 那種感情的演繹 是可以表現到一個很大的變化 這就是他演技的成功 的地方 沒錯 而且我也挺喜歡這件事 就是 你本身有些內心戲 你也知道 他看過龍耳虎有些內心戲 那些內心戲 都真的是 他表現出來 你會感受到他本身那種的無奈 那種的掙扎 這些東西 所以 其實 整體來說 我會覺得 真的會做得到 他本身 或者簡單說一句 其實他說 表面的性格的東西 或者內心戲的場面 他都可以演繹得不錯 甚至可以說 不同性格都可以演繹到技巧 或者我們 跟著 都要講一下唱歌 在之後拍 好 那我們留下下一節 我們講一下他唱歌 或者他剛才說一些很尷尬的事件 你都可以說是 那我們留下下一節 大事件 你都可以說是 那我們留下下一節 大事件 你都可以說是 好 歡迎回來第二節的《動漫無雙》 我們繼續 《聲優》的《忽光柔衣》 對了 上次回上一節 我們今次會講這個 《忽光柔衣》 《忽光柔衣》 身為歌手 他在這方面的表現 《忽光柔衣》唱歌 大家有沒有聽過 有的 我都說我是留意《聲優》的時候 《梅妙公主》的時候 他那幾首歌 我都開始聽過 我都說是《梅雄》 對了 我承認我《梅雄》 我香港的聽眾 我是一個《梅雄》 《梅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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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紅陰? 不是,是誰的主角,那個叫男還是女呢? 那個是男來的,性質上是 那我們說九番子已經講你的問題 這個是另一個問題 但你會看到不光由於他唱歌 那個感覺就是,始終很難說你嫌棄啊 這些情況就一定會出現 反而就可能會是因為他聲線影響 變得首歌可以好電波 你會有機會中讀的 我又沒聽過他電波歌 你不是吧 我比較喜歡就是他唱DC的時候 小鳥那幾首,我比較喜歡那幾首 那這幾首我又沒聽過 對不起,我懂歌你沒聽過 小鳥你也沒聽過 對不起,我真的不 小鳥你也沒聽過 我聽DC沒什麼愛,所以沒什麼聽過 但無論如何都好 我聽《Fatground E》的歌又不是很多 但也不少的 但給我的感覺就是 我始終覺得好像不是那麼穩定的唱得 原因不是穩定的原因 不是說他唱得很差 而是因為他的聲線真的不夠厚 唱歌有一件事很重要 就是你的聲線是很夠厚 如果不是就給別人的感覺 你會好像很抖 好像很薄 如果你的特別 不是,他唱慢歌會比較好 他唱慢歌會比較好 他唱快歌是不行的 我覺得就立即會 你說的問題會出現 慢歌其實我只會覺得 沒有那麼嚴重 其實我都會聽到 覺得是沒那麼厚 其實你不會太專注到 但你聽到快歌會立即會出事 可能我自己比較敏感 你對聲音可能比較敏感 我自己比較敏感 一至今你對比 我不要說你比歌手 我對比一些唱歌比較好一點的聲音 很不公平地比較水樹 水樹唱歌他的聲音很夠厚 我比較他 你比較田村 水樹又不是太公平的 你比較田村會比較好一點 田村我覺得他比較不公平 但你叫他怎樣比較 那你想誰 伊藤正 那反正我說 好,麻原實理 好,麻原實理 麻原實理的聲音其實是很厚的 你會聽到他 其實你厚的骨頭很多 很厚實 所以問題就是 你聽回DC 你聽回... 叫什麼呢? 糟了 我忘記了什麼白河 你忘記了 小戀? 我忘記了DC2的主角 他們是白河什麼 不重要的 總之是白河 兩個配白河 他們兩個唱的歌 其實你聽到分別 DC世代交換 你兩代聽到歌是有分別的 所以我會覺得 我一邊聽《薄金融衣》的歌 不是那麼厚 不是那麼實 有點浮誇 那... 如果你說我以歌手的感覺去看 我當然覺得好像不是沒有 但是... 始終我會把《薄金融衣》定位為... 聲優 就不是歌手 所以如果你說以一個聲優去唱歌去看 其實《薄金融衣》我覺得是合格有餘的了 還有我覺得他... 《薄金融衣》我喜歡 其實他都很努力 在他唱歌方面 他都盡了他的力量 最大努力 那... 奈何就是說 有一件事沒有什麼改變 就是聲線 很難的 你這件事改不到 你這件事是天散的 你怎麼說你都不可以離開 你這個位置的範圍裡面 我覺得 是啊 因為有些事真的說是很... 先天性的 你聲音不夠厚 有時候你唱歌 就真的很難避免有這種情況 除非你說你很高措子 那就不同的說法 但如果你本身真的聲音不夠厚 那... 加上你本身的配音 平時都... 你配來的聲音 你怎麼會不厚呢 你幹嘛不厚呢 所以就... 沒辦法 我覺得這件事是很難改變的 那... 整體來說 我覺得《薄金融衣》這件事要看 還有他本身聲線的局限 你去看 發覺我已經唱過很大的努力 我都欣賞 但如果你說單純音樂去看 我又覺得... 就是... 我覺得看歌 他都要看歌 他都要看歌 尤其你說他聲線 你有沒有說音域比較小 那... 音樂這件事 那... 他又不是特別去到差的 那...至少你起碼先聽到舞蹈音 你起碼先聽到舞蹈音 OK 對... 還有... 你也可以公平一點說 就是... 我們都沒有聽過他一句 輸入音域很大 就是很趕的歌 我都沒有聽過他唱過 或者可能唱了他的聲音 他調整的聲音 都不起碼 你現在要知道 現在電腦技術很好 對... 人家有唱Live 人家有去舞蹈館 對... 舞蹈館唱Live 對... 不是... 不是夾咀型的嘛 不要說一定要選我的歌 是嗎 好好好... 你歌不夠的話 其實是好死的 就算... 你不要說你來香港音唱歌 我們聽... 一回日本歌手 一聽他的歌不夠多的話 其實... 很容易猜到的 很多事情就好 就是... 沒有人去查得天使是嗎 對... 就是我們的定位 沒有歌的 就一定會唱Eva主麗曲的 無論如何都好 就是... 《復光留意》其實在配音 和音樂上 唱歌之上 其實歌表現都不錯 我自己都很滿意 但是... 他基本上大部分 都是沒什麼問題的 有一份風順 就算他... 他連一個為人 其實都很厚實 就是... 聖誘之間都是... 很有禮貌 很有客氣的 但是... 之間都有一些小插曲出現 會不會好像很假的 有人... 有人說過他 是真的很假的 尤其是日本社會 你對後輩 不需要用到那麼... 敬語的去承認 敬語的那種 就真的好像太過... 就是... 過火了一點點 有些人覺得他 我又覺得... 反過來說 日久一見人心的 對... 就是... 就是... 有些人有陷害的 但是... 這些是某些人的重傷 對... 反過來說 我又說過公道說話 我又沒有認識過真人 其實又不可以說什麼定位 但是... 以眾多聲優來說 其實他都是一個厚實見人 都是一個有禮貌的人 我們都相信他們的話 這樣想吧 那... 說到這些... 他個人為人 這麼女的事 我們講到一些更加女的事 那個其實不關他的事 我覺得他真的 首當其衝重招 只不過在一間公司裏面 沒錯啦 這件事就是... 一件... 都算是... 醜聞啦 其實... 寢生優 有遊戲出的 寢營業 寢營業 事源其實就是 說指這個 北京尤姨她的 聲優... 搜索公司 社長呢 曾經就在一次的... 選拔那些 選拔一個聲優的事上 非禮的一個十六歲的少女 那... 本來這件事其實就不是... 很閒的 非禮日日都有 日本這個社會就很清淡 沒有說日本啦 香港日日都有啦 非禮 但問題就是說 又不知為何是無獨有偶 還是這麼巧 就在某個聲優 是落合有里香 我沒記錯了 然後就... 就說了 真是幸運 還是不知道發言 沒有中招 真的走得快 發言 因為就說走得快 對了 剛剛好這個落合有里香 就離開了這間公司 有時就令人引起無限的遐想 還有最重要的是 但是... 挖桿始終在公司裏面 完全是站在手上 是沒有動搖過他的地位 有些人就開始有遐想了 會不會就是說 其實... 不一定的黑光留意 又或者是很多聲優 都是啦 會不會是靠著一些關係 就上到位呢 接到更多工作呢 什麼關係 什麼關係 自己去幻想 寵官 對 你去查一下都可以 不說太明白 但是說... 會不會真的靠這些關係 去得到一些工作 更加更多的工作 更加更多的主角呢 然後人就去懷疑這件事 其實那一開始 我覺得那一開始 很多人就針對挖桿的實力 和他之前配過的東西 就分析他 對啦 其實他實力方面 又不是說不值的 但問題就是 始終在同一個業界之中 其實很多人都有... 他對他的這樣的實力 對啦 但為什麼他會這麼紅呢 所以那些人就... 他好像特別紅喔 就是這麼多年來 都沒有消退步 那大家就會覺得 有些懷疑了 那... 後期 所以你會發覺 基本上你說 2CH的名牌 就真的謠言滿天飛 大家的支持 不把口袖 對啦 對啦 跟對抗之屈光猶爺的那些 嘩...打了仗 鬧了一架 搞到都幾嚴重 但其實... 老實說 回覆這件事的開始 其實什麼事都很難說 是不關他事 是做什麼事 就出了這麼多東西出來的 那... 當然啦 你說這件事真相 其實沒有人知道 但是最終 因為這些壓力影響的人 發光猶爺都因此離開了 離開了 就是真的要僻謠 其實我覺得這些真的要僻謠 那... 之後就說 就是你出來之後 你有這樣的實力 如果你的實力真的真的 那這謠言 只於自己的 其實... 其實發光猶爺 出來都沒問題 照樣吃得開 照樣吃得開 你另外一個公司有什麼問題 但就變了 其實... 蒙了少許陰影 因為其實 復興來醫滿致這件事 都有壓力的 就是他自己提及過 就是... 都是不開心的 因為... 無論這件事 關不關他事都好 但是... 很明顯有這樣的議員 都不是一件好事 我覺得這個... 我覺得某程度上 其實好像是... 一些人... 甚至是遮掩 質疑... 這個... 這個...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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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論有沒有做過都好 最起碼就是... 他做出來的成績 現在成績... 現在這麼多人喜歡 已經是足夠了 我覺得... 你理他有沒有... 關你鬼事嗎 老實說 沒錯啦 那... 不過我也不太相信真的有的 純粹就是說... 可能是... 有一件事發生了 還有一個人... 說了一些事 其實是不是胡說話 都沒有人知道的 就是... 沒有人去質疑 有沒有人理解錯誤 我覺得... 那... 那... 所以... 我只能夠說... 這件事整件事都不是 那... 可能當時人會知道了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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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 一直都可以說是一盤風盛的 都付出過大陸力 但始終都可能有這些事影響過 不可以說算是沒辦法 但都過去了 其實都過去了 近期大家都可以留意他配音那方面 其實暫時33歲來講 算是沒有很嚴重的退步 因為年紀的關係而影響到 通常技巧就不會退步 升線你會怒化 升線怒化就大問題了 舉個例子大家有看海貓 就會聽到Ethan美己配這個少女是配不到的 又或者是環山智祖 英花大戰當年的女主角 現在都是配不到的 結婚了 恭喜 這個我們也要鼓勵一下 這個也要拍手掌 但是升線怒化這個問題 其實對聲音來說都是很嚴重的 都是挺致命的 男聲音可能除了我一例說 你不是在日本那裡有什麼所謂 我都是配亞洲 老就是老 我都是配亞洲 我伯伯 人何萬獎那怎麼辦 那看你配什麼角色 都是看你配什麼角色 但是你要知道動畫裡面 不會有一套動畫有十八叔或十八嬸 你應該說你這些角色 差不多每一套作品都有 而有的話 人們想起的代表就是你 那你就其實 不難找 其實你通常都 就算十套 起碼有三四套一定是你的 所以就變了 但是女的就麻煩一點 女的就 我不需要那麼多阿婆 我看動畫裡面 那大家都沒有興趣看那麼多阿婆 反而年紀老的 就是看阿婆 比看阿婆好 阿婆認得起 是天之星很旁白 那天之星也很少女聲 我真的沒聽過 所以就變了 聲線老化 特別是女聲優來說 都是比較自明一點的 但是 北光由於暫時的情況就不嚴重 至少我看他配紅音把聲 即是近期 我看見還未出現很嚴重的問題 明顯一定會有的 但其實青霓天花 都觀察有一點 當然 我個人觀念 當然是希望不要 盡量可以配多幾個人 盡量遇三加 盡量可以捱多久 始終一個特殊聲線的聲優 其實調出一個特殊聲線是很困難的 有一個有技巧的當然是困難 但一個特殊聲線更困難 因為要你有天生的資歷 天生的條件 再加上要後期也要有一定的實力 但無論如何也好 你會看到 暫時差三歲來說 都是良好的 這個表現 亦是一直有作接 都期望可以一直下去 帶給我們歡樂 但不如說近期 可能剛才舉一些例子 可能有些都比較前 人都未必太認識 可能舉一些近期的作品 可能一些比較新的聽眾 或者是對聲音沒有太認識 都會多一點了解 我們不如 除了Kamufar之外 應該還在做海貓的Maria 這就是典型 可以說出來的印象就是 蘑菱聲 這就沒有咕咕 這就變得低脂 噓 噓 噓 還有一套是化蜜魚的 魚圈的 他比較正常 他正常看得到 他會開那種 我覺得似是 不是啊 被貓上身後都不是 被貓上身後都瘋了 不是 Crazy那個是Color Memo春華 那你就會看到 什麼叫Crazy 他的Crazy動態 所以你看一套化蜜蜜 已經聽到兩種聲音了 嘩 一次過兩種享受 嘩 簡直是 這幾套就是近期 都一直播放 都可以看的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或者支持 還有麻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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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菲露美 可以留意一下 如果對芳芳的認識 不是太深 其實我沒有聽過 都可以 推薦你們留意一下 這位的聲優 不如我們先說一下 之後 第一次 第一個 當然是我們自己選擇出來 但是之後聲優 就是說哪個聲優 我們打算是 給聽眾選擇 有三個選擇 是給大家選擇的 想知道哪三個 就自己去找一下哪三個 那哪個找 那哪個找 那就去回到我們 我們之後 就會在我們 就會開始一個新的播 那播裡面 我們就會做一個 投票機制 至於我們說誰 或者大家想上來 做嘉賓去說的話 就 誰想上來做嘉賓 可以的 如果你有興趣 我們是沒有問題的 那如果別人想上來 那個人沒有空 那這件事 到時候我們就時間 這些事 那就是 說誰 就靠各位聽眾的 努力投票 沒錯 請你們投票 投你的神聖一票 詳細當然 在網站上面 都有講到 可以之後再參加 我們今集的時間 就差不多了 我們下一集再見 拜拜 我們下一集再見 拜拜 我們下一集再見 我們下一集再見 拜拜